红黄集会倒数不到24小时 警方全天候待命 吉隆坡总警长拿督阿玛兴 今天下午召开记者会指出 当局接获情报 除了竞选门和红山军 另外还有两股黑白势力 也在明天举行集会 面对来势汹汹的四派人马 警方严正已对 宣布将在明天早上开始 封锁58条通往集会热点的路段 包括梦沙马银行广场 15杯小印度国家清真寺 独立广场等等 一直到集会结束为止 警方到时也会在场驻守 指示车辆进入指定的道路 而一些路段只有媒体记者 警员和通往医院的民众可以进入 根据竞选门早前公布的行程 集会者将在明天早上10点 分别在梦沙路的马银行广场 或国家清真四集合 再徒步到独立广场 阿玛兴除了促请民众 不要出席这四个非法集会 也重申 集会当天不准使用无人机进行拍摄 否则将会被对付 NTV7综合报道 9号转发席 9号转发 9号转发 4号转发 6号转发 4号转发